大家好 我是Aulet 今天讲一种 比较新颖的 网络赚钱 网络创业的模式 那么这种模式的好处呢 就是说 无风险 无成本 而且不需要经验 做得好呢 日收入 上千美金 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按需打印 英文叫POD 全称Print on Demand 它是卖各种产品 你只要做的东西 就是设计 设计好了以后 厂家会把你贴到 它的食物上 食物商品上 然后往全球打包发货 厂家帮你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处理完毕 客服 打包 发货 发票 都可以 你只要收 用金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有很多 这些网站 公司 都做这些的 Print for Print for Redbubble Teaspring 这里就都列出来了 那么你可以卖的产品 也有五花八门 非常多的 T恤三 最常见的 马克杯 配饰 毯子 珠宝 贴纸 贴纸 贴纸和T恤三 卖的最多的 服装 飘景函 等等 都有可以卖的 这些东西 你只要做一份设计 就可以在所有这些产品上 都可以打上去 那么等会 我给大家处理一下子 那么Redbubble 是最大的一家 它的流量非常大 它有很多中心 可以往全球发货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洲 英国 德国 都可以 客服 它有专门的客服 可以实时聊天 你不需要操心这些东西 而且你收款 通过PayPal 就在全球都能收到款 它的订单是找 离实际买家 最近的地方 DT网网打印 客户需要买东西的时候 才打印出来 所以它厂家的成本也是非常低的 那么如何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以这一家Redbubble为例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图片 你可以设计三种产品 一种就是存文字的 或者存图片的 或者文字和图片结合起来 这有三种款式 三种设计 那么这里 像这个是文字的 全部是文字的 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对吧 我这里有张图片 那么随便到一个Canva这个网站 都可以 网上有很多这些设计的网站 或者你用自己的Fallershop 网络上这些设计图片的这些网站 都是可以的 它的免费功能也非常强的 这些都可以用 好 我这里有张图片 小猫的图片 然后把它调进来 这样以后把它给放大 好 尽量占一整屏吧 尽量占一整屏 然后呢 我在上面写个文字 叫text 文字 选一种款式 I love cat 我喜欢猫 我喜欢了 拖下来 拖到这里 颜色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就用红色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张图片 给保存下来 保存好以后 到我们的网站 来的宝宝 这个IQ打印的网站 注册招呼也很简单的 那么在网站 手页打开 点这边 sign up 就是注册 这里一定要选这个 artist sign up 就是这样 这就是你的设计 而不是购买 设计的话 你是卖你的产品 那么把你的email填进去 用户名 密码 点sign up 最后到你的邮箱里 点击一下子激活 就可以了 好 我这里有一个账户 就直接登录了 登录进去以后 那么就把我这边呢 要sell your art 就卖我的设计的产品 那就点这个就可以了 点了以后 继续看 建立产品 add design 加了我的设计 我今天只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做更漂亮 更好的都可以 那么upload new work 有新的 那么这里呢 做了一个小猫的 就把它上传上去 那这里呢 就设置一些标题 都是可以的 kill cat 那么这tag也很关键吧 说得精确一点 它能更加容易搜索到 这些是增加一些搜索量 你可以仔细的把它调进去 i love cat ok 我今天是做个例子 那么这里看到没有 出现上传以后 我们这些产品上呢 都是给你看样子 好不好 还有一些帽子 你帽子呢也是可以的 点这边enable 那这个产品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设计的好的东西呢 放上去 顾客看到以后 就可以进行购买 disable就是 你觉得 你觉得这产品放在这上面不合适的话 你就disable 你觉得合适不错 你就可以 简单enable 那么这你的设计图案呢 可以放到所有这些产品上 都是可以放到的 一个设计可以卖很多产品 那么这个窗帘啊 什么都可以放上去 杯子 帽子 枕头 什么等等 本子 笔记本 都可以 这也是一个什么按钮 pin button 手机带 手机上的 那么好了以后 好了以后 下方呢 点 我是可以有版权的 我有版权 你就可以点这个 save work 那么这是不是成人的 好 那就可以了 你这个产品就已经上了上去了 顾客 浏览 搜索 找到了你这个产品 他们满意了 就下单 下单你就可以收到这笔佣金 做了非常方便 直接就是很直观的吧 跟着走就行了 好 祝贺你 几乎好了 那么这里收你的地址啊 各种信息 就可以了 get paying的 可以选PayPal 也可以自己打的银行账户 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到 那么全部选择完毕 保存 当然你是设计越多 那么你的搜索 对别人搜索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种模式 好处就是说 你不需要操心 也不需要进货 不需要存货 它这个网站 帮你全部处理了 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说 进行一些关键词的调查 然后呢 根据你这些关键词 找到你一些 没有版权的产品 或者你自己设计的产品 你光是文字也是可以的 就光设计一些文字也可以的 或者设计一些有图片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有些什么衣服的 那么所有它的衣服 你可以参考一下 别人怎么做的 自己心里的柳柯树 这些都是一些光图片的东西 好 这是一个文字的 全是文字的 价格大概在二十多 二十多块钱吧 你的机身也可以设置的 设置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那这衣服 sticker也是 sticker也可以 产品也是非常多样的 好 这些都是文字 文字的描述 就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你可以做出各种东西来了 不一定要艺术家 创作出来的东西 普普通人的东西 都是可以的 都会有人去关心的 这也可以当成一个 网络的一个创业来开始做了 网络赚钱 因为你没有什么损失的 没有风险 不像做有些网络赚钱的话 它是有风险的 这个基本上风险是造零的 主要是发挥你的创意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